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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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顏六色 俏妙裝飾 出菜行韻流水 默契十足 上菜秀就像在彈奏四手連彈 他不會因為我現在是主廚 我現在是老闆 停止做我最喜歡的工作 做菜熬湯頭 堅持全都自己來 他永遠站在出菜的第一線 做最後重要把關 靠得不止語言 還有熱誠 食品大小的廚房 十三個不同國籍十六個員工 忙中有序 這就是法式料理名廚 榮臥米其林三星殊榮的台灣人 江振成 在新加坡的法式廚房 這個 對 這是那個控禮的麻雞 喜歡視覺 喜歡料理 把挫折當作挑戰 用料理挑戰視覺 讓當時只有20歲的江振成 決定放下台灣一切 到法國開啟料理之路 20到25年 一直以來都是一樣的 就是從早到晚都是工作 然後下了班之後也是在想 也是工作 工作上是個狂熱分子 江振成每天16個小時 把自己關在餐廳中 和料理奮戰 30歲以前 江振成還在法國 就已經貨班 亞洲十大最佳青年主廚 31歲時更被兩度譽為 是印度洋上最偉大的廚師 甚至獲選全球最佳150位名廚 台灣人在世界另一頭 發光發熱 台灣之光 卻沒獲得台灣青睞 江振成說 在旅居法國期間 前新加坡總理立光耀 就在2003年到2007年 四度邀他前進新加坡 做法式料理表演 真的開始思考說我想要回來 有一天起來 你會發現說 OK好像今天30歲了 你要做什麼 30歲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要做一個大的決定 新加坡懂得獵才 瞄準國際定位 對食物不再只有海南雞飯 肉骨茶的國家 法式高檔料理要在新加坡立足 這也讓江振成因緣際會 2008年最後選定落腳新加坡 新加坡的國際定位很清楚 你馬上面對的是國際的市場 因為這個才是你的市場 所以等於說你一開門 我們要面對就是國際的客人 國際的標準 國際化的規格 就是因為在新加坡 餐廳面對國際客群 江振成2010年 在新加坡開了自己的餐廳 江振成也把餐廳國際化 我們這麼小的一個餐廳 在新加坡 有全世界各地的人 既既既既既來到這個地方 希望能夠遠度重陽來這邊工作 我覺得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1 2 3 社會主廚當了老闆 從過去在法國 一個台灣人 帶過35位法式主廚 到新加坡 帶著自己餐廳的員工 對著每天餐廳擺設變動 都自己來 甚至江振成喜歡與同事為樂 他大方展現自豪的員工餐廳 就在這兒 沒看錯大口吃著熱狗堡 和員工坐在台階上 江振成不把身分頭銜姿態擺高 反而常以指導 甚至朋友的方式從旁協助 靈感往往也來自最後一分鐘 把自己逼到一個很高的境界 對 這樣很刺激不是嗎 這位在台灣出生長大的世界名廚 卻在意向新國發光 就是因為新加坡比台灣 早一步用積極野心 把台灣人留住 那麼正在面臨全球最嚴重的人才斷層危機的台灣呢 拿出辦法了嗎